我想明年一整年 今天有一份国际的报告 说新兴市场国家 我们也算新兴市场 我们算新兴亚洲花旗 看了明年新兴市场 有十个让你很惊讶的 这惊讶就是 哇 哇 有好跟坏哦 它的推测 那这十大的预测包括哪一些呢 第一点是所谓油价的一个 再会去回升到80块 或者是在人民币的贬值 那我们从这个油价开始来看 现在是50块 60块 现在55块而已 对 现在其实已经大跌这么多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再去往上 五年来的低 它回到80块 80块要涨到这儿呢 对 其实这个距离是比较长 但是我们回到上一张图 我们从总经的角度来看 总经角度来看 到底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这边已经把它给它一个叉叉 我觉得 结论在它 好 老师打叉叉 好来 我觉得机会比较小的原因在于说 第一个 总体经济需求其实刚刚讲到 我们大概看第一期还OK 可是问题是234好像有点疑虑 这是第一点 那再来就是OPEC的部分 它曾经在新闻上公开说 它的油长说 即便油价跌到20块 我都不要减产 对 沙烏地阿拉伯说的 俄罗斯说 俄罗斯是世界的第三大出口国 他说掉到40块 我也不怕 我也不增产 两个大的出口国都这样讲 其实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OPEC相关成员国 它油价已经赚得非常的多 我即便这半年的下跌亏本 我又怎么样 而且我现在也不过只是少赚而已 对 第二个来说就是说 目前产油国 它的竞争者不是沙烏地 不是科威特 科威特也不是俄罗斯 是美国的页岩油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重要的资料 以上所看到的是 美国页岩油的开采区域 只有红框框的这四个地方 它开采成本在这儿有没有 52块钱比较便宜 以下如果掉到30块以下 这全都趴了 页岩油连开采都不要开采了 因为卖一桶赔一桶 对 所以说那这样就让人家 很害怕说油价是不是现在 好像还没有到一个落底 这样的一个阶段 难怪你打叉叉 对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也很重要 这个肺的如果生息 不管它的是明年上半年 还是下半年 那这个起码好像是 升定这种感觉 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元的一个升值趋势 向上 对 那大家知道 油价是美元报价 美元计价的 对 我分母是一直 对不对 拉大 那我当然这个分子 会继续往下掉 美元越强 然后期货商品以美元计价 就会一直往下崩跌 对 所以说在油价这一块 我觉得机会是比较渺茫一点 好 那至于说人民币 会不会去做一个贬值 我倒是觉得非常有可能 因为其实整个入股在整个 这次13.5的一个内容里面 它主要是放在说 我投资要减缓 但是我要去做所谓的 金融调控这一块 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体质调好 那我GDP的话 我不要成长到7以上 我其实6到6.5就可以接受 它明年本来想要下修 然后保7 对 现在大概6到6.5 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其实它就给人家感觉说 我明年度我并不追求 资金要流入 我反而是希望说我的金融结构里面 完整好一点 要更好一点 健康点 对 那我降息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就有助于 我包含一下内需 包含一下一些内部的一个部分 难怪 所以说在整个人民币这一块 其实预期 这个明年的农历年之前 都还有去做一个 往上降息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它的看法是人民币会走扁 走扁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人民币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11月份 大家不是扁吗 它也跟扁 然后这两天的转升 可是贯重的意思 就是如果经济体还在调结构 可能还会继续扁 那会6.5要心理准备是不是 不过这个扁 其实对入股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 扁其实它对整个经济调整 至少出口是 带动出口 OK OK 那第三个旌旗呢 好 这个最近的热区 卢布的一个部分 俄罗斯 对 它说卢布可能会回稳 但是我这边有大概三个重点 然后其实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其实通过一个法案 它叫做 它要去加强制裁俄罗斯相关企业 对 这个还好 但第二个是重点 第二个是说 美国在这个乌克兰 这个之前发生问题的一个地方 乌克兰如果有些动荡的话 美国可以派兵过去 哇 那这就差到俄罗斯的心脏 对 乌克兰呢 东乌克兰是亲俄的 当时美欧生气就说 俄罗斯怎么提供给东乌克兰一些武器 所以美俄才制裁 俄罗斯因为都是乌克兰的事件引起的 因为西乌克兰是靠近美欧那一块 所以明年还是会继续纷争在乌克兰 对就是怕说万一乌克兰又有些问题 然后美国又是一个 譬如说美国跟北约又有一个强势介入的话 那势力会引起两强的一些纷争 那这部分卢布的话就可能会稍微有些震荡 你看卢布都已经 今年来贬了六成四了 吓死人了 而且贬值创下了历史新低 只是最近卢布呢 由重贬历史新低转身 转身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他扩大换汇 对不对 拿值金的人民币去跟他换卢布 所以才撑了一下油转身 那这是有可能 刚刚卢布我们看他的贯州的看法是 不可能打叉叉 对因为还有第二就是说 一样是美元在升值这一块 它会使整个新市场的货币波动变大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俄罗斯它也是一个大中物 这就是原油 原油部分出口来说的话 油价大下跌会导致说它整个 收入减少 对财政跟这个所谓的一个货币政策上 会有一些比较动荡的部分 所以说卢布明年度会不会有一个回稳的迹象 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 还有一点我再补充第四点 你知道俄罗斯今天公布 他们消费者物价指数简称通膨率的CPI 比较高到10.4%下人了 好 经济有问题 再来印度降息 那印度降息是有机会 因为它其实本身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 那其实它的一个莫迪总统 他其实对商界是比较友善的 所以说降息去刺激它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出口发展跟经济 是我觉得是蛮有机会 不过这一点我问一下郭大哥 印度我印象中它是一个经济体 还在往上成长的 可是如果经济体在往上 GDP往上 通常伴随的是升息而不是降息 一般来讲的话 看它的需求 以目前印度的情况来讲 它还是站在刺激消费的一个角度 所以内需消费在这一块来说的话 它会造成印度再进一步的降息 可能也是存在的 也就是它刺激消费 但是整体没有很强带动起来 OK 好 再下一个了 十大惊奇 印度之后是巴西 巴西要降息 巴西跟印度有点类似 都是一个服务院很广大 人口算比较少 那其实它本身的基础建策也算是比较差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对巴西会不会降息 我就比较是一个问它 为什么 因为其实巴西在今年度 这个GDP只有0.25 那CPI就是它的一个通膨率达到6.5% 很高 很高 代表说其实它会蛮多的 这个所谓通膨胀的问题 它再去降息那就会非常的不恰当 而且你看GDP经济只有0.25% 通膨率却高达6.5% 这就是标准的停滞性的经济 停滞性的通膨这样子 跟苏尔的情况是有点类似 苏尔是因为油价的下跌 那么巴西它有大量的原物料的出口 在这一段的美元走强 也造成它的一些财政上的困难 没错 巴西 所以降息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机会比较小 对 那像哥伦比亚部分的话 它其实比较不是主要的一个经济体 那其实油价以后就算有个大物反弹 其实对它本身来说的话也没有太大影响 那它其实有降息去刺激经济 这机会还算大 好 十大惊奇嘛 土耳其升息 墨西哥不升息 那土耳其的部分它比较倒霉 就是说它在俄罗斯的旁边 那因为如果如果不稳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区域经济的一个概念 它也在IS的旁边 ISIS 恐怖组织 对 我觉得它就是可能长错地方 我们这样讲 区域性的关系 对 那墨西哥部分的话 其实它比较不会升息 但是我们考量一下 美国升息 墨西哥不升息 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说以后墨西哥对不对 美墨贸易之间 对 贸易之间会有一个 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墨西哥 美国升它的我就不升息 那这样最好 反而有利于墨西哥的东西 卖到美国 市场会更大 对 日韩像这样说没有错 好 感谢贯州了 郑华给一个结论 我发现大家听仔细 就是一个经济体 如果它的经济是往上的 伴随的就会是升息 中国大陆不是降息吗 之前降息 因为他们GDP现在有点走下坡 可是我刚看到明年 新兴国家这些市场降息的 他推论降息的比较多 是不是意味着明年的 新兴市场新兴国家 经济体的发展成长 还不太稳呢 应该是说还有往上的空间 因为如果仔细想一想 就是说真的 从金融海啸08到现在 目前看起来最回稳的 其实欧美市场 美国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可能欧洲这一边 那我们这一边的话 可能就是说未来来讲 现在因为包括日本跟中国的政策 都倾向宽松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相对来讲 可能还有空间 那是不是反应不稳 我觉得反而是 我个人是比较属于这种 比较乐观的期待 你的正面的讲法 对 我的正面的讲法 是说至少各国的政府 希望自己的经济体更完善 那这位技术措施 还能保持明年6%的GDP 中国大陆也能够维持7%以上 所以从这边来讲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也对 新兴国家 新兴亚洲 如果经济不太稳 然后释放出一些政策来救经济 也许也是个利多 与您最下分享 不好意思 时间的关系 这部电影是 美国Sony拍的叫什么 迷嘴出烂物 没错 就是这部电影 可是明明北韩很火大 怎么今天北韩变成软脚虾 回来阿潮说明白 因为美国反击了 另外 不会把我们台湾房地产 真的未来会走空 7年吗 谁说的 用意 理由呢 真的会这么脏吗 便利生活开始升级 点数升级更优惠 支付升级更便利 消费升级更超值 iCash 2.0 Open便利新未来 七大同路 同步支付与基点 还有百件商品 第二件五折戏 7 Night 网购也可基点 日月光 岁末酬冰感谢季 全金属一体成型 品味绝对 Samsung.ca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以部分元件淬炼领袖格局 追求完美 永不妥协 奥迪A8首席事业 宇生独具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五 四 三 二 一 Happy New Year 你想要的幸福时光 都在特里屋 分具满三千 享九折 特里屋 全管满两千 送两百哦 消化不良 快用金十字酵素味肠药 含八种中药 四种消化酵素 促进消化 金十字酵素味肠药 有效 英国原装进口独家专利 双暖源电暖器 来自英国的暖液 拥抱全世界 Waffi Reacher系列家电 百货后辣热销中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 出走 回家 出走 再回家 许多人以为 飞行只是飞行 华航把飞行 变成了一种 生活的艺术 坐着 躺着 都很自在 我在空中找到了一个 可以思考 也可以轻松休息的地方 华航 不一样了 跟朋友玩 何必这么累 赖旅游大根 投资 我们是联系林志玲 和朋友一起吃帅子前进吧 我要发达 来来来 光泉送你千万发达金 现在买光泉 有机会抽中千万购物金 周周抽百倍现金 抽奖读得三十万 年终千万要发达 光泉千万等你拿 上个阶段听到冠州讲 讲明年整个的新兴市场 未来的发展 而我们呢 我们今天有众头大戏 郭大哥 两岸金银四会 在北京展开 我们的金管会曾主委就带队了 对 有没有好消息 目前来讲的话 台湾银行 台湾的银行 不是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 在争取什么东西对自己 就是一个所谓的昆山模式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会问 什么叫昆山模式 昆山模式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台湾银行争取这个 就是说 母公司 在台湾 向银行 借贷的人民币 可以回流给他的子公司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就是昆山模式 就是它主要造成一个 人民币的回流机制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台湾银行也在争取什么呢 那只有在昆山 我也去过昆山 昆山跟苏州 它是一个城 两个画面 一个是古色古香的 你不可以盖出现代化的房子 另外昆山这边 就全部是现代化 财商非常多的 所以 刚刚提到这个 母公司借人民币 然后给子公司 这种方式只有限于昆山 所以台湾银行也希望说 把它扩大 不光是昆山有 整个苏州都有 上海也有 深圳也有 那么 这样子的话 可以扩大整个 人民币的回流机制 那么这一次 会不会针对这一部分 达成最后具体的结论 基本上目前还在观察 因为这个会两天 今天跟明天两天 但是我们曾主委 跟银行局长 这次都到了 都到北京了 那么银行局长 今天正式上去 主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以前我听说 那个台湾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设厂 可是呢 他们要跟大陆 或者是大陆那边的 台湾相关的分支机构 代借人格 贷款人民币的规模 没有办法放很大 因为那边的利率非常的高 高嘛 对 所以如果用这种 回流机制的话 就我现在台湾借人民币 在台湾借人民币 然后资金运用到 中国大陆去 给大陆的子公司 然后利息又低 成本就低 太好了 这个昆山模式 是对于企业是有帮助的 如果呢 这个两岸的企业 尤其台商企业呢 昆山模式能够顺行的话 人民币的运用管道更大 那带动它的获利 因为成本降低了嘛 带动它的获利拉高 股价也许就会说话了 齐带啦 总之现在还在谈了 可是呢边谈 如果真的股价要有所反应 总要有量吧 糟糕 今天的量我刚有说啊 创下了一年三个月来的低量 500多亿元而已 今天又看到这个数字 你看M1B哦 竟然11月份的年增率 来到了19个月来的低 振华啊 那资金动人就不见了 因为股市 视为股市活水的 活除的指标的M1B 掉到这么低 为什么 对 这很明显的哦 我们看到11月之所以 这个M1B会掉下来 大家太担心 当时一些不确定因素嘛 那最主要就是大户条款 那大户条款 大家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当然 这个部分 它可能就暂时脱离股市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有的时候当然股票掉下来 然后没有卖 那你当然股票 资金转到股票去了嘛 可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就是说 这次因为这个M2的部分 因为外资净汇入的关系 它反而是上来的 对哦 11月份M2是高脚上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 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说不要底部 又被外资买走了 这个情形有好几次 都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形 所以换句话说 M1B只要大户条款 底定之后 不要再尘埃落定嘛 确定之后 应该12月份的总量出来 M1B应该也会滚出来就对了 对 我觉得有机会 这个机会还蛮大的 太好了 因为这个M1B 来到19个月 低档会害怕 感谢郑华帮我们盯到 M2部分 因为汇入资金 外资的钱进来了 因此M2有高脚 因此外资 接下来的动作格外重要 快速念过了哦 外资跟投信同买车的标的 好几档都跟前几天是一样的 尤达群创 榜上有名 开发金控 华雅科 开发金 最近买盘 再次有加温咯 同卖的是三党 揚明 长荣航空 跟中信金控 与大家这一下分享 接下来也要分享 分享这部电影 阿潮说的名嘴出任务 本来哦 我先说它是美国拍的 美国Sony是拍的 结果呢 讲到了北韩 然后金正恩就说 你敢播 你敢播我就打你 结果美国电影业真的 没人敢播 拍谁 在今天完全突然变得一样 美国300家电影院要播了 然后呢北韩的金正恩 竟然嘴巴勿起来说 我没有要打啦 我只是只是 金正恩说什么 不会有实质的反应 那为什么就 变软起来的软角瞎啊 金正恩 对哦 这个一部电影 可以导致两个国家 如此骄恶 这个名嘴出任务呢 其实里面就是讲 在暗杀北韩的领导人 金正恩啊 那你可以看到片尾 这个金正恩 招坦克车炮击之后 这个头已经爆掉了 而且呢 这个当初这个男主角 有考虑很多国家的独裁者 最后选北韩是因为怎样 北韩这个国家 他们认为 这个够怪异 而且这个金正恩 也是很奇特的一个人 因为在北韩呢 在北韩 其实是把金正恩是神话的 因为三岁的时候会射击哦 六岁的时候会骑马 懂多国的语言 会跟海豚沟通 靠一张纸就可以过河 结果你用美国这个坦克把他炮击之后 我们的北韩的领导人就挂了 那美国你这个Sony这个 而这Sony是出的嘛 你死定了 所以呢 就前一阵子呢 也应该是北韩发动了这个网路的骇客 把Sony的这个 这个网站通通都瘫痪掉了 而且呢 还警告 如果说你这个有感播的话 后果你自行负责 那我们来看一下 Sony最近真的是损失惨重 因为名嘴出任务呢 制作成本是4000万美元 这个宣传成本4000万美元 本来估计全球票房收入是 1亿2000万美元 现在呢 不但票房没那么多 我还要善后了 善后相关的一个成本 1亿哦 这个1亿美元 另外5部电影招 可能的损失8200万美元 所以这个Sony真的是 是亏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事件的由来 今年6月11号 Sony在YouTube发预告片 不小心被北韩看到了 他早上就不要发预告吧 对啊 以后直接播算啦 对啊 那你看北韩他们就有监控YouTube 6月25号就说 你敢播 你就要 小心有无情的回应 他就会担心啊 无情的回应 会不会是什么911恐怖攻击啊 或者是来一个什么 校园疯狂扫射啊 这个Sony就怕啦 那这个12月1号Sony说 遭到骇客攻击 收到黑函撑怎样 掌握公司内部的